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哈马德国王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建立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巴林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 两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始终以诚相待,友好相处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是中巴建交35周年,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中巴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发展好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 支持巴方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支持巴林2030经济发展愿景和多元化发展战略 愿同巴方加强能源、投资、交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 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 持续巩固中巴友好民意基础 中方主张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哈马德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为巴林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支持 巴方深表感谢 巴方希望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 对接两国发展战略,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 助力巴林实现多元化发展 巴方高度赞赏并完全赞同中方秉持的高尚价值理念和理性智慧的政策主张 中国发展好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发展好 世界多极化进程才能持续推进 巴方坚信,中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实现和平统一 哈马德通报了近期第32届阿蒙首脑会议情况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以及为推动尽快结束加沙冲突所做的努力 赞赏并感谢中方始终秉持正义立场 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巴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一致 中方赞赏阿蒙首脑会议 就巴以问题发出阿拉伯国家共同声音 愿同巴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关于投资,绿色低碳,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领域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林王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哈马德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